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陈聊秋 今天和大家聊一下女排张长宁的最新情况 那么张长宁在此前因为个人的伤病原因退出比赛之后 距离现在也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 他一直没有参加任何女排的赛事 作为一名竞技运动员来说 想要再重新回到赛场上也是非常的艰难 而最近张长宁的老公吴冠希 也是被爆出了两个人正在备孕决蛋 那么这也就侧面的说明了 张长宁的退役已经成为定局了 其实张长宁退役的事情已经是早有苗头 那么早在两年前 他就在养伤阶段的时候就接了不少的综艺 对于女排回归的事情 他也是闭口不听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 张长宁的心也早就不在赛场上了 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 我们也尊重张长宁他的选择 那么其实明眼人也都能看得出来张长宁的心思了 现在一整个也就是退役的一个状态 对于张长宁来说 他现在退役也是功成名就了 而且他现在也已经度过了一个运动员的黄金时期 步入婚姻之后 主要以家庭幸福为主 也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那如果真像网友说的那样 张长宁重返赛场 那他一时间可能也很难去适应了 对于张长宁的选择 我们也是非常祝福他的 只是对于喜欢他的球迷来说就要失望了 一直以来期待着他能够重返赛场 那么这个期待可能是要泡汤了 那么对此中国女排也最终是少了一名这样的汉将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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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